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范大姐帮忙 今天有一位特别的中医要来跟大家分享他记忆中的中药文化了 那么这位中医究竟特别在哪里呢 他又有着怎样一段故事呢 一起来看由咱们范大姐帮忙联合胡庆与堂共同推出的国药文化中的杭州记忆 消化功能可能稍微弱一点 能不能看一下你的石头 能伸出来吗 好的比较干净 还是有一点薄白 这位金发碧眼的中医叫做Tim Vuken 是一位来自德国汉堡的留学生 目前在浙江中医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Tim告诉我们他有一个显亮的中文名字叫做无敌好 至于为什么会来到中国学中医 他说这是源于他自己的爱好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汉堡已经练了一些武术有关的一些 然后在那边就是感觉到就是中国文化 就是我我很想要更深的来了解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做了决定 就是自己搬到这里来 出来中国的Tim Vuken说你好再见等简单的中文 但是他告诉我们语言上的障碍并不能阻碍他对于中国文化 特别是中医药文化的热爱 通过网络 Tim得知在杭州的清河坊一带有好几家老字号的国药馆 于是当时还任不全中文的他就拿着地图带着字典去一探究竟 而这一去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我在这里就是天天在看了天天在学习 每一个重要的这个功效 它的四七五倍 它的应用范围 这里是能看到一些药材 能闻到能感觉到 所以这种的学习就是给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理解 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 现在Tim在中国已经呆了有十个年头了 在这十年中他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中国通 现在除了在学校上课 Tim还办了一个名叫无山中医的网站 通过视频课程的方式为外国人介绍中医知识 如果有外国人对中医文化感兴趣 Tim还会为他们做导游 而有一个必去的地方 就是被Tim视作中医药文化殿堂的胡敬鱼堂国药号 他们就特别开心 就是在这里就是遇到一个专家 就是来自西方 然后也有这个学过中医的这个背景 然后就是非常愿意就是讲出来 在一个老百姓的一个水平 因为对中医文化的热爱 Tim说他打算在毕业后继续留在杭州 留在无山脚下通过自己的努力 把中医文化传播出去 我的梦 我的希望就是做一个小脸 就是小脸东和西和西方的医生们 跟中国的专家 说得真好 看了Tim的这个故事之后 觉得我们特别骄傲 中国的文化真的全到了全国的 全世界的各地 有了他们的这种热爱和兴趣 也应了咱们那句老话 众人食材火焰高 人多力量就是大 相信我们的文化一定会传到更远更久 这种热爱和兴趣之后